看一下这个小我用那个list review的后面我会用办法 他可以混用啊很多东西 原理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adapterview 都是adapterview ok 看到效果没有 算是白的而已 而且你还可以选他 现在还有单选 ok 那单这个我们用不上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玩 你想给他改成什么样子里头加同样是不是都ok啊 所以接面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自己下自己来玩他 还是把它恢复吧 黑色要好看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adapterview 其实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 那至此的话我们这个textview的 该讲的就给大家讲了 不要认为我们说 三点textview的这么大一堆啊 你就给我讲两个 大家下去看一下 这一大堆实际上就两个 好这个又过去了 我们把它甩过去 不急先不急再讲啊 我们下面跳过去 开始讲重中之重 listview listview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里面的最重要的组件之一 用特别平板 你离开listview 你不会用这个都没有关系 你一定要回用他 因为他反正是从他过来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listview的一个效果 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玩一个商业应用 我找了一个程序 还挺漂亮的一个listview 就这个我们再找开副博士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我们假想他是个listview的话 但他完全也可以不用listview来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在他这个地方 大家想象一下 listview的话 这些记录都是动态去生成的 对不对 而且这边会有一个screw bar 在那滚让你滚动他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一下他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实际上他 我们猜想一下他这几项 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写死的 那么写死的我写起来是不是更简单了 我直接每一个给他放个textview 就行了吗 是不是更简单了 但我们假想他是个listview 反正我猜想他不一定是用listview 如果这样用listview 还有点复杂 对吧 所以这样用个testview 用五个testview就可以了 ok 那么如果用listview 我们来这样子去显示 我们 要实现他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其实界面的这个背景 大家想象都会 因为我们想到 他又是一个dataview 对不对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他肯定有一个item的layout 那么他这个背景啊 这些我们能去定义吧 好 那他那里头定义这三个对象 肯定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listview 和我们之前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实际上 告诉大家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listview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我们为了做listview 我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layout sundit sundit list 好 选这样一个layout 我再给他新建一个activity 我再给他新建一个activity sundit list activity 还是继承用我们activity 给他注册一下 第二 sundit list activity 我让他设成主的其中activity ok 那我们在这里放什么内容呢 我打算在这里面先去给他放上一个 先在这儿放上一个listview 下面再刷放一个edit text 为什么要放idea text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listview的内容 跟以往会有些不一样 我们会去实现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样有列表了 往往是用来显示记录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实现增生改查呀 我们以后要实现增生改查 昨天我们的诗篇呢 那些内容可是没有去改它的 读出来就读出来了 所以我放一个简易的 放一个idea text在这边 我要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呢 在idea text这里输入内容 一回车 这个值就上来了 我再点一下就上到这个值 这个值就被删掉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效果 当然以后的话 我们会用到context menu 会用到一些类似于 比方说右键菜单这种东西 来选中它 对吧 我们长按 然后来把它删除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删除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这样子 来演示一下 重点要演示一下我们的list view 和我们以前有什么样的质的区别 没有 我会告诉大家 没什么质的区别 因为还记得昨天的那个类关系吧 昨天一定要去记一下 一定要去记一下 一个是记我们的adapter的 那个继承关系 两个接口 一个spinner adapter 一个list adapter 另外一个就是要记我们几个view的 就是几个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这个UI组件的 他们的一个类关系 我们发现spinner或者其他的像list view 包括我们的那个text 都会去继承我们 AutoComplete 还有例外 至少是spinner和我们的list view 都会去继承我们adapter view 所以一个叫适配器 一个叫适配器 视图 我们来放一个list view上来 随便给它拖一下 然后再放一个我们的 AutoText 后面它这些组件的这些元素 它会越做越智能了 它们会自动的来感应 让它给完全对齐 好 AutoText和list view 我给它起个名字 list viewSandy AutoText 也起个名字加Sandy 免得跟以前的冲突 给它加上一 稍微加点界面属性 hand 输入值 添加 好 下面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 还是按照我们的原则 看一下我们list view里面 有哪些新的属性 这有个entress 对不对 entress 我们知道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现在只是说它显示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 我是不是用entress 就可以显示出 指定它的这样一个数据集 昨天我们是用过的吧 我们来试一下呢 我们昨天用的数据集 提示在我们的 啊 诶 诶 我想想 啊 是 识菌 arrow 这里面有个spinner name 我们看一下spinner name 有哪几个 hello sandy和china啊 好 我们给它指 这就指定了一种数据集 是不是最简单的那种指定方式 其他的还有什么呢 这个叫divider divider我们就知道 就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就是边界的这样的一些意思 就是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分隔 每一行的那个分隔 那个线 对不对 它也可以设定它的颜色 也可以设定它的一个reference 就是什么一个引用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图来做分界线 你也可以用一个其他的颜色 所以这个界面大家想想一下 其实可以做得非常灵活 对不对 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 这个是什么呢 定义选择行为 对我们的list view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single choice和mult choice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就是 看它是单选 还是多选 这个也容易理解 对吧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 头 头信息和脚信息嘛 这个也容易去理解啊 score 因为我们这里list view里面 会有一个score view 对吧 因为它 显示不下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score button 这种显示 所以我们就会用得到 所以这个空间 要复杂一些 确实要 它是个复合空间 你看我们都 就一些空间都放在compose 那一块的 OK 好 大概看了一下 先用一下写 先用一个最简单的 我看一下效果吧 我在这里什么代码都没写 我看能不能出效果 我也不是很确定 事实上似乎已经看到一些效果 现在还需要近导一下 看这个层面 要去看 终于转包 温度 100多 刀 105 8 5 5 怎么没有set content view啊 又忘了吗 看一下 一般见到这种黑屏 你就想你是不是什么都没 没去把它设置 果然是啊 这个跟ADT可能有关系 我现在默认的情况下 它都不生成这个uncredit 嗯 指定sundaylist 我们在了 OK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list view啊 我们点一下这种点击的效果 非常爽 我们就在想哈 这么简单就把这个list view给做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list view 是多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刚才认为它是多复杂的 好 但是用到这一块 我们是不满足的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原始的方法 我们来动态 动态的 来添加 我动态的添加什么内容呢 我把国家给添上去 我们刚才这里不是有个这个玩意儿吗 我们给它搞过来 学习一下 Display List 建立dataset 建立一个数据员 怎么建立呢 就这种方式就给它建立了 同理 大家想想一下 我们这些空间 原来用法都一样的啊 我也给它同理一下 都直接copy就行了 其实 最后再给它sit一下 当然在sit之前 我们来 定一个 定一个 listview 空间 再按create 在这前面的话 listview findviewid r.id.list 下面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按照我们的惯例 给它sit就行了 对不对 sit adapter 这里我们来稍微改一下 因为我们说 我们还是用系统的 还是用系统的文件 系统文件里面 还有一些 专门给listview用的 大家看到没有 我先用一下list edit 最简单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效果 顺便我更改一下这个 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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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它这里头应该有自动填充的属性 deskt 下来自己研究一下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选择当现在屏幕是多大的 比方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就是三点几的 所以它到时候显出来的效果也是这样 但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指定它的宽高 不要去定死 这个 给它设置成fail OK 先这样吧 我们这么多内容肯定会有滚动条 看一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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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不好意思 出现 嗯 哎 嗯 我们就看到 它的这个效果出来了 而且 而且 事实上我刚 我刚才给它设的这个好像也起到作用了 但是它这个 你看 它的实际这个显示跟这个就有点 有点出入对吧 嗯 所以我们它的那个fail填充可能也起到作用 大家可以下机试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下拉框也都看到了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一个最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同样的我们再来按照我们的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还说了 我既然有这么多 第一我能不能自己去定义这个 当然可以对不对 除了自己定义之外 我们系统还提供了其他的 既然我们用就多来看一下嘛 都list 光list就提供了好几个 嗯 我们提供一个single choice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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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